下面是行神转为道用 佛子行当中 前面是衰败转为道用 今天行神转为道用 有些人上师 一切事业兴亡什么都行神 这样的话 那不需要转为道用了 这个时候其实人痛苦也转为道用 行神有名声 有地位 有财富 有财患 这个时候也需要转为道用 这个可能也是修行的最大的一个敌人 下面说是 自己已经有了忠心高贵 你是国王忠心 或者说你是什么 什么 我们有些家族特别有钱的 这些富二代 乖二代等等 还有相貌端严 长得比其他人要好看一点 也会很傲慢的 自己觉得是不如 谁都不如自己的 人还有地位显示 哪怕有一点点地位 那天有一个看伯给我说 我们这里的有些出家人从来没有有过地位 稍微当一个官家 自己觉得好像上天那样 其实官家也不是愿意当的 但是有时候是为了僧众 但是地位有时候真的让人陶醉 地位你当一个局长 当一个宣长 当一个科长 当一个市政和市委数据都更不用所思 当一个方丈 当一个维洛师 当一个这样的话 有一点地位的时候 特别的开心 看到维洛师就说一下他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 维洛师还是不傲慢 确实可以的 还有财富 有一点钱 有一点存款 凡是穿得好一点 世间人就是这样的 凡是有了这几样吧 走路的步伐都不相同的 真的别人一看 一目了然 大家都是人吧 因为这个人有一点抽签 所以他很傲慢的 而这个人因为有一点地位 而这个人好像因为什么什么的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样样自己都觉得圆满 还有名声怨言释放 熟人恭敬 人人都恭敬顶待 并且获得了像多文天赐 多文天赐是最富裕的了 比马云还富裕 现在好像马云就听不到了 然而看到 虽然有这些名声 财富这些 但是你应该看见世间的一切福德均如闪电一样 动摇不定 而且世间的这些一切财富 如草间的露珠一般 毫无稳固 世间的这些就像水泡一样 没有实质 还有舍腿一般 没有任何的事业 全部要舍弃 无有丝毫的交恶 自慢的心态 这就是一切佛子的 兴盛转为道用的方法 我们拥有的一切的一切 世间人真的是 哪怕是买一辆号车的话 好多人面前炫耀 一直说 自己有一点学问的话 也给别人面前讲 哪怕是自己穿一个好的衣服的话 也是给别人讲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能买一个好的裤子的话 很多人面前想去 如果有一点 反正有一点点 那个时候的钱很少 钱包里面装一些纸 鼓鼓的 然后在别人面前很有钱的样子 其实没有钱的 所以有钱的人一般装没有钱 没有钱的人装着有钱 那么这些的话 实际上世间所有的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 刚才不是水泡 闪电 真的这样的 前几年特别富裕的那些 包括我们经常知道的那些人都是 最后一瞬间就变成什么样的 大家都是清楚的 佛经当中这样说的是 其莫生我高 我生知心态 此叫放一根 不要有傲慢心 不然傲慢的心态其实放一根本 亲友修佛当中也是说 说是中心 眉毛 多闻 少化 全是 这些其实叫做叫慢吧 这样应该堪入怨底 其实作为一个出家人有些是修行人真的不能在意这些 中心 眉毛 才华 还有自己年轻 自己有点年轻欺负有些老年人也是不好的 自己有点权势的时候得罪很多人也是不合理的 确实我们藏地有一种叫做老公不获九年 但是对世人变成怨底 一般我们家权跟谁都要 就要最后他自己都是活不到九岁 九岁就会死的在这个期间 跟很多人都成了冤雄了 这是很不合理的 自己有权力也好 自己有一点财富也好 自己有一点 凡事任何不应该有这样的 《入行论》当中也是说 傲慢生傲者 将服恶趣到人间欢颜时 为仆十人禅 傲慢的人最后就趋入恶趣 人间的欢颜消失以后 最后都变成仆人 就特别可怜的 当自己健康无病 受用丰富 忠心 容毛 智慧 善良等等功德圆满的时候 身心机会安乐 这个时候身心也很快乐 如果依此而骄傲自慢 轻死他中 想做各种各样非法的事 还有随心所欲等所转 那么今生会产生放逸无度的过患和痛苦 有些人自己拥有自己拥有机会 我们看到有些领导身边的这些人 他自己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时候 跟很多人 过一段时间领导欢了 然后自己也特别可怜的 现在我们经常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看得太多了 谁有点傲慢的时候呢 再过一段时间 这种人确实下场不是很好的 所以不管是你的相貌也好 忠心也好 智慧也好 还有你觉得善良等等 自己身心都特别快乐 那以这种来开始侵蚀众生 这样的话 其实最后都带来的痛苦 后世也会变成恶趣 土生为下种忠心的 因而实惠今生来世 人真的 《宝门论》当中你看这样讲的 纵然腹如天 也莫其较满 我这个很喜欢的 前面不是说即使变成恶鬼一样 也不要怯懦吗 龙猛菩萨说得真的很好 我们有时候自己都是好像特别可怜的 特别人生当中最低谷的 但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希望 不要太垂落了 有时候好像自己的福如天人 自己的一切荣华富贵 像天人一样 但那个时候你也不要太傲慢了 不然过一段时间 原来我们藏的有一个叫德伯的歌手 他后来唱得不太好 很多人都逗他 你原来唱得不是很好吗 你现在都已经不行了 已经掉落下来了 他说 没事 飞机都是飞得那么高高的地方 他也会掉落的地方 那我小小的特别歌手有什么 我现在只不过是生意不好而已 天天爱喝酒而已 所以我们什么样都有无常的 《入行论》当中也是说 尽当取满心 甘为众生仆 正法与世间的一切圆满成为自己修法的顺缘 也愿他人拥有 自己这样想 暂时尽心尽力 相方设法利益他众 调伏公告我们等 把自己看着众生的下等路仆 而顶待所有上上下下的众生 对所有的人上上下下都是要恭敬心 真正修行好的人他的行为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阿底下尊者也是亲自这样说 何者先高兴 而是当断满 不管是什么人 如果你自己有点傲慢心的时候 当下就应该断除这种傲慢 又说 平息痒痒则得不可一时之傲慢心里 要做到寂静调柔对一切下者生悲心 而断除轻视和凝辱的心 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因缘的时候 经常侵入别人 侵怀别人 不管是行为上 言语上 还是心态上 我们要维护众生的话 其实这是大乘修行人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仲敦巴尊者也是说 自己无论是这样的功德都不能轻视 消去他人 不管是自己有什么再大的功德 哎 确实像中东巴 像法王如意宝 他们在修行上的功德特别特别高的 但是对别人 哪怕是一只狗 也是特别去尊重也好 爱护也好 我们对每个人应该要有这种爱护的心 这个是真正大乘佛教的一个行为 布多瓦格尊者也曾说过 菩萨需要抛弃我们而居于地位 对于一切众生极为悲悯和恭敬 虽然再没有比阿底下功德更大了 但是他甚至念够在内的也不去欺辱 这个我刚才内心当中想的像法王那样 应该说像我们当代我也是接触过什么样的都人 但是确实修行的利他性特别重的 这样的人应该像法王如意宝那样 鲜密精通的所有的世间和出世间法非常完美的 这样应该自己是有生之年当中很罕见的 但是他老人家的话不要说我们的人类 连一个老鼠都不会猜死也不会害的 这样的心的话那我们平有什么傲慢的呢 我们跟那些高僧大德也好 我们跟世间的这些微人相比较起来 我们可能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功德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一旦自己在某一个特长 这方面产生那种傲慢心的时候 也应该想起了这些教言吧 他又是这样说的 不多瓦格西 他说 他作我种悲知对境 我即欢喜恒常住 我应该是对其他的众生作我生悲心的对境 我经常处于一个欢喜心当中 彼则俱法 踏除非 我希望依靠众生具有这样的 修悲心 修慈心这样的法 而踏除的话没有在别的地方可能找不到 只有众生才我们可以完成六波罗蜜多 其他的众生 其他的法包括师徒 木头 这些都是根本不能修安忍的对境 慈悲的对境 肯定不行的 卡尔巴格西也是说 莫障三妙者观为 该具恶劣之地位 不要自己一直往上去这样的 自己还是低调的 默默无闻的 具有恶慢的人不会得任何的功德 因此要放下价值 具于地位 真的 这个法讲完了以后大家 我们这里有没有傲慢的人呢 对世间人相比较起来还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稍微有一点特长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傲慢 包括堪布堪摩也好 确实跟其他比较起来 稍微自己有一点特长的话就应该有傲慢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 也许可能是有吧 我自己看 因为傲慢是一般自己不能发觉的 别人能看得出来 别人特别容易看得出来 自己觉得自己是不错的 一般傲慢和嫉妒心很难认出来 但是别人应该是看出来的 朗日唐巴尊者也是说 这些高色大人都是特别低调的 他传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一件衣服都是穿多少多少年 像银光大师 五谷光尊子 包括像梅彭仁波切 他们是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 有了一件新衣服 一直给大家看 不过我们好像在这方面还稍微好一点的 新衣服好多人都不敢穿 一直穿旧衣服 穿旧衣服又不去洗 不去洗的话旁边的人觉得很丑 这样所以一定要 尤其是男中这边 自己的身体也好 衣服一定要洗 不然的话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执着 自己的味道自己也是感觉到 可能是比较好 可能也许这样的 但是你旁边的人 或者尤其在僧洞里面去的话 哪怕是一个人的脚没有洗 袜子没有洗 或者衣服没有洗的话 衣服都是一般过了几天以后 我们是愚界的众生 不是天人 天人的话穿班杂勒嘎的衣服 很长时间都不会有脏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 自己可能像瑜伽师一样 没有任何执着的话 害怕我去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 可能身体是臭臭的话 可能不太好 应该要自己 所以有时候身举卑微 故意穿一些破破烂烂的 这样也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可能买一件衣服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买八斤所有都没有问题 一件衣服更没有什么 不要给他扯为八斤和尚 有云 若乐 安乐会向众 在此也可以了知了所说的苦乐转为道勇 如云 若者快乐 道勇力 来世快乐 大压力 可能不是压制吧 如果知道是快乐转为道勇的话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 压制快乐的方法 我倒是看一下 藏好像有点 风雨快乐不应该成为骄傲自满的因 而且将其视为大压力 以此成为正法的主办 可能说是了知快乐转为道勇了实际上也是压制快乐 好像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吧 到时候我再看看 否则无诸菩萨也是说我们所有的修行人无论有智慧 戒律 还是现善的人格等等 任何功德 如果以此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胜人一筹的话 那以傲慢轻视 叫自己下等者轻视 与同等者竞争 与高者嫉妒 那就不能切中法要 如果我们就像法王说的一样 如果对下等者经常欺负 对中等者天天竞争 然后对高等者嫉妒 那说明他的修行不成功 事故无论交往事 等待高中下中药 并且他也是如此这样实行的 总而言之 前面可能无论是心损也好 衰败也好 快乐也好 痛苦 因为这是一个中解文吧 都要了知如梦如幻的 快乐的时候要忍耐快乐 痛苦的时候要承担痛苦 能成熟得起痛苦 我们人应该是这样 稍微有点快乐的时候 那就开始痒痒子的 或者说特别傲慢 就特别特别开心 稍微有一点点快乐 稍微有一点痛苦的时候又是脆弱又缺懦 这样的话 那就不合理的 应该是快乐的时候也是忍得住 然后痛苦的时候也是忍得住 那么否则遇到少许的快乐就成为生起傲慢心的因 你看这里已经讲了 然后遭受了点滴的这些痛苦又成为缺怒和畏惧之因 这样的时冷时日 毫无耐力 这样是不行的 确实这些修行我们理论上是说的 但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大家也要看 这一段如果我们能学得好的话 人生当中肯定也有快乐的时候 也有痛苦的时候 天气也有热的时候 也有冷的时候 但是这时候如果一个真正的文中修行人 噢 世间的法都是这样的 我今天是很快乐的 今天是很痛苦的 然而随着不同的因缘的话 自己的心态调整的也是非常好的 像布多瓦格西也是说 他说 即便绕了三个城市 也没有得到债势 这不应该缺怒 礼养恭敬 虽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也不应该特别欢喜 执著 你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窍诀 十个城市 你到处去还原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 已经经过十个城市 如果我们经过十个城市 还没有得到再犯 可能非常痛苦的 但是也不会痛苦的 因为世间当中因缘不具足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发生的 然后有时候好像饮食也好 财富 包括名声 健康等等 什么世间的这些福德融化 都自然而然降临的话 你也不要特别去执著 就像我们前面的草间的露水也好 三殿也好 泡沫水也好 就没有啥 世间的这种 今天那天我们去一些经堂里面 有些说说 哇 很好 华智仁波去《前行》里面说说 我们因为骷髅寡问 好像遇到一点点富贵的人 哇 他们太富裕了 看到一辆好车的 哇 这个车好好啊 长得稍微比较干净一点 哇 这个人好漂亮啊 凡是所有这些世间的融化富贵 有一种羡慕性 其实这个不了知万法的实行 其实真正去观察的话 这些都是瞬间无常的 也没有什么可贪的 也没有什么可制的羡慕的 当我们特别失败 特别痛苦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自己心理的话 也可以以这个痛苦 作为自己修行的一种主板 现在我是最痛苦的 别人都欺负我 别人都诽谤我 别人都抛弃我 那我该施修的时候呢 我应该好好地修行 世间的融合富贵也是 我该求的已经求了 已经可以了 以前的前辈大德很多人得麻风病的时候 这个病最后成了他成就的因缘 我们有些人已经失恋了 失业了 失去了各种各样的 拥有的这些 但这个以前是有因缘的 现在是没有因缘的 也没有什么可伤心的 伤心也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自己应该要懂得这些道理 然后还有一个恰格瓦格西 他说 二先合则当成熟 二先是指的痛苦和快乐 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的话 你应该要学会成熟 《经庄文论》当中也是这样 若成若不成 祸苦皆无不 我们《经庄文论》 就像观神如如愿 观法知如患 若成若不成 那个里面有吗 到一定的时候 一切法都知道是如梦如患的 观到生死轮回的话 也是知道像是花园一样的 这个是应该得地的一个菩萨 那这个时候你若成也好 若不成也好 烦恼和痛苦对他来讲是没有畏惧的 其实这个是很快乐的一个事情 但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达这样的 不管是若成也好 若不成也好 这些对你来讲就像某种生了儿子 然后他死了 但是对你心觉来讲这些都是无理无害一样 整个世间没有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修行境界 现在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如果道理上明白 以后真的在自己身上有富贵 财富的时候 你也不要太去执著 不要看不起别人 然后侵蚀别人 不要这样的 也是没有什么的 这确实自古以赖的 我们帝王将相也好 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伟大的人都出现过 但最后也是死路一条的 世间上最可怜的 最痛苦的 这些人最后还是有些是离开的 有些没有离开 他也照样活着的 也是这样的 所以到最后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 国王和乞丐也是同一个路 富人和穷人也是同一条路 两个都连一件衣服都穿的时刻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世间万法的本性应该了解一下 可能对自己的修行很有用处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然后下面是嗔恨转为道用 贪心转为道用 其实这个佛字心如果学得很好的话 光一个佛字心都可以吧 其他什么都没有 把佛字心好好地学一下就可以了 说能得一探气 自罢耶 托能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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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能一阶